大家好,很高兴大家再次回到后讲网,跟猪猪一起来学习法语。 好的,那我们上一次课文才讲了一半哦,对不对? 大家是不是很好奇,上一次的课人进来了,后面的故事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呢? 好的,我们就今天一起来继续学习这一课的内容。 大家翻到Bash Tomset,也就是37页哦,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后面一部分的影片吧。 注意了,在看影片的时候呢,大家要把不同地方画出来,然后呢,把一些重要的一些知识点标注一下,那等会我讲解的时候就更加精细啦。 好了,开始。 您的讯息一下 您的讯息一下 您您可能还没有闻开吗? 您您您您等待会我们您等待会 您您等待会? 您没有收拾 我说,一客户是一直在等待的客户 我会选择你的位置 你有一个选择吗 那边,这会很好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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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 client est entré. Il tousse pour attirer l'attention. Excusez-moi, vous n'êtes peut-être pas encore ouvert ? Si, nous vous attendions. Vous m'attendiez ? Mais je n'ai pas réservé. Ah non, enfin, je veux dire, un client est toujours attendu et bienvenu. Je vous laisse choisir votre place. Vous avez une préférence ? Le client montre l'endroit le plus éloigné, le plus discret. Là-bas, ce sera très bien. Oui. C'est là un client est entré. D'accord, c'est nouveau qu'état d'interés. Un client est d'entrée. C'est ici. Un client est d'entrée. Dabasedransplay, C'est ici un client ? C'estussen par Stitcher. Il tousse Tthey dès le plus. Coupé呢, une réd criticized encore douce, sûresse. Il c'est toujours cela, Et puis and 5, Ma� vu que ce soit pour attirer la ore, Coupé ! 很安静啊 没有什么客户啊 所以呢 这时候呢 客人为了让Gohin知道他来了 所以呢 故意做了这样的一个动作 接下来我们看到了 客人是怎么样子来开场白的呢 他说到了 Excuse me Venez peut être Bas encore ouvert 因为整个餐厅里面 一个人都没有 所以呢 他很完整的说了一句 你们可能现在还没有开张吧 是不是 那他用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开场白啊 这时候Gohin呢 就听到了 就说 啊 Mercie 事实上我们已经开门了 Nous a dantion 我们一直在等您呢 这里 Klian和那个Gohin的之间的对话呢 就表示了 比如说我们到了一家餐厅里 一开始应该是怎么来询问 有没有位置 或者是 是不是可以在这里就餐等等的 当地的餐厅里面的人 是怎么回应的 这也是我们这次元交际的一部分 所以大家跟我一起来翻到 Dourner la page A la page 44 44页 我们一起来看看 怎么 So présenter dans un restaurant 好的 有没有看到四种不同的方式 对不对 其实他表达的都是 类似的一个意思 首先第一种 我们已经在课文中出现过了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种 Vous servez à partie de Gellert 你们到底是几点钟开始服务呢 开始开张呢 这时候他就可以说 A partie de Wander A partie de 是指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那事实上呢 在法国的餐厅普遍的晚餐呢 都是七点或者七点半以后才开始的 那因为纬度的不同啊 法国的纬度几乎已经要到中国的一个新疆的一个位置了 所以他们的一个日照时间跟我们不一样 他们晚上吃饭呢 也相对来说比较晚些 再来看后面一种 Vous avez encore des doubles libres ? 这时候就很直接了 你们还有空桌子吗 他回答道 Je regrette 非常遗憾先生 Tout des réserves 所有的都已经预定完了 那这时候呢 就表示已经没有 doubles libres了 OK 我们再来看后面一种 Il vous reste de la place ? 还有位置吗 ? Non 不过一瞬 现在还没有 Il y a une demi-heure d'adamte 那还需要等半个小时 比如说你看到一家餐厅里面生意非常的好 那你这时候呢 不太确定有没有空位 你也可以这样子来问 那如果对方现在目前是的确没有空位的话 你可以告诉客户在多少时间之后才可能会有一张空桌子或者是空位置 所以呢 这边就是有不同的一些表达的方法 在这一刻我们会学到很多的一些餐厅用语啊 其实在生活中也是相当的实用了 无论是你以后去法国到餐厅里面就餐 还是以后有机会可以去打工 或者是接触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如果兴致的话都会用到这样子的一些对话 那我们再回到课文中吧 大家翻回到刚刚的三十七页 我们继续来看课文啊 接下来客户就非常的差异了 因为刚刚Gohin的说我们在等你 那这时候客人就说 这时候他很诧异 为什么会等我呢 这时候呢Gohin就说 那他身上想表达的是 客人一直是让我们等待的 我们一直在等候着客人的一个大驾光临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 我们要知道一进了餐厅 我们要做这件事情就是应该做下 那一般来说的话 在餐厅里呢都是 餐厅的服务生会问你多少个人 然后他把你引到一个桌子前 或者说他会问一下你的喜好 那在现在这种情况下 是整个的餐厅都是没有人的 所以呢这时候Gohin就说了 那我让你来选一下你的位置吧 这时候说 有些人喜欢坐在窗户旁边 有些人呢喜欢吃在走廊旁边 那他就希望能够根据客户的一个喜好 来给他安排桌子 看到了这一个巨型啊 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啊 好那事实上呢我们在走遍法国一下曾经学过一个最高级啊 这里就是一个最高级 那他范围是什么呢 也就是这一家餐厅里面 这个客户呢指出了一个地方是怎么样 最远的而且是最不引人注意的一个位置 看来这位客人还是蛮特别的 这时候呢他就说到 来吧那边 他觉得那边挺不错的 这时候Gohin呢当然回答 走了过去 然后我们看到了 他脱下了他的一个外套 大一然后呢 把他递给了 然后坐了下来啊 好这就是顾客临门的一幕啊 我们这时候就可以知道了 作为一个服务生是应该如何去迎接顾客 然后了解顾客的一个喜好 然后把顾客安置在他所希望的喜欢的一个位置上了 好的第三章的第一部分我们就已经完成了 好那我们首先再来把整个故事来回顾一遍 同时呢我们来做一下第36页上面的一些剧情的题目 电视频组方案 如果您需要点击的 后来我 我们完成了 每个人的餐 tour ar的 但为了 门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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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 pessimist? 我不是 pessimist, 我不是 pessimist, 但我認識你的生命 你應該放了點音樂,不? 不,不日的開場 有些人不喜歡那些 在咖啡 你知不知道我們可以做的 一座大庭, 一座大庭, 一座大庭 我也是一樣的, 但要有些人的習慣 但要有些人的習慣 如果有很多人, 再加上一座大庭和餐廳, 我應該可以做到的一座大庭 但現在… 我可能會幫你幫忙 不,不,你會做到的 你做了一座大庭 如果你會不會來的, 我們不會太多, 你會不會太多 不,不,我會… 我會… 我會做的想法 我會做得更好 我相信你會做的事 你很擅長的責任 不好意思 你可能不再開了嗎 是的 我們等到你 你等到你 你等到你 但我沒有了 我告訴你 你一直等到你 是欢迎 我会选择你的座位 你有一个选择吗 在那里 这会非常好 是的 感谢观看 Dossier 3 Première partie Le grand jour Au café, Joseph et Raymond sont au comptoir en train de boire et de parler. Messieurs, si vous avez besoin de quelque chose, appelez-moi. Je vais finir de préparer les tables au restaurant. Mais oui, madame la moine, allez-y. Oui, de toute façon, c'est bientôt l'heure de la soupe. Le premier jour, ça m'étonnerait que vous ayez beaucoup de monde. Si on était tous comme vous, Joseph, on ne ferait pas grand-chose dans la vie. Vous ne seriez pas un peu pessimiste ? Je ne suis ni pessimiste ni optimiste. Mais je connais la vie. Corinne et Laura sont dans la salle du restaurant. Elles finissent de préparer les tables pour le dîner de la soirée d'ouverture. On devrait mettre un peu de musique, non ? Non, pas le jour de l'ouverture. Il y a des gens qui n'aiment pas ça. Ton café, tu sais ce qu'on pourrait faire pour attirer du monde ? Une grande soirée où on inviterait tout le village ? J'ai eu la même idée, figure-toi. Mais il faut qu'on y aille doucement. Les gens ont leurs habitudes. Et puis, si on avait beaucoup de monde à la fois au café et au restaurant, il faudrait qu'on embauche quelqu'un. Et pour l'instant... Je pourrais peut-être vous aider davantage. Pas question. Tu as le bac à la fin de l'année. Et si tu le ratais, on ne serait vraiment pas contentes, ton père et moi. T'inquiète pas, maman, je l'aurais. En tout cas, j'ai plein d'idées pour faire des soirées sympas. Pour ça, je te fais conscience. D'ailleurs, tu serais très bien, responsable de communication. Un client est entré. Ils toussent pour attirer l'attention. Excusez-moi. Vous n'êtes peut-être pas encore ouvert ? Mais si, nous vous attendions. Vous m'attendiez ? Mais je n'ai pas réservé. Ah non, enfin, je veux dire, un client est toujours attendu et bienvenu. Je vous laisse choisir votre place. Vous avez une préférence ? Le client montre l'endroit le plus éloigné, le plus discret. Là-bas. Ce sera très bien. Oui. 好的,我们选择新的来做一下练习.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四题,啊. 在课文中找到跟它类似意思的一个表达. 首先,第一句, Ou, je me trompe. Ou, il ne vient de haver pas beaucoup de monde. 要么就是我搞错了, 要么就不会来很多人. 这句话让我们想到是谁说的. 对的, 类似的话呢, 是出自于Joseph的一个口. 当时他说的句什么话, 但还有印象吗? 对的, 就是Same de l'entroit. Vous avez beaucoup de monde. 啊, 那有很多人就是让我觉得非常的惊讶, 我觉得不可能会来很多的人. 接下来看第二句, Si on met des de la musique, 这个事实上我们在后面语言交集里面也提到过了, 那类似的课文中的句子, 就是罗哈当时在建议, 就是放点音乐呢? 在课文中, 罗哈是怎么讲的? On devrait mettre un peu de musique, non? Un bon moyen pour faire venir du monde au café, serait d'inviter le village à une soirée. 怎么样子能够让更多的人来到咖啡厅呢? 这时候最好的一个办法和方式呢, 就是邀请, 整个村庄里面的人来参加一次晚宴了, 或者是一个晚会, 那这时候呢, 这个主意呢, 是谁提出来的呢? 罗哈提出来的, 好, 这时候我们来想想她当时怎么说这句话的, 她建议到, Bour le café du 6 second pour les faire pour attirer du monde, Une grande soirée où on inviterait tout le village. 再来看到最后一句, Ne faut pas aller trop vite, 不要太着急了, 不要太快了, 课问中是谁说的呢? 就是Gohinner, Gohinner当时就说到了这样一句话, 那我们完成第四道题目之后, 我们一起再来看一下第五题啊, 第五题啊, 它是用来观察别人的一个行为举止的, 那这时候我们要注意他们的一些小的一些细节的变化, 比如说第一题里面他说到了, 当Gohinner在准备桌子的时候, 这时候呢, 他突然之间一开始的时候, 他是心情非常的好, 态度也很温和, 但是突然之间哦, 他转变了, 怎么发现他的转变呢? 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话题他转变了呢? 这点我们要注意到了, 是他们在聊前面的餐厅的时候, 然后后面Loha说到了, 他想来帮忙, 这时候Gohinner就想到了, 其他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学业,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时候就可以说, Gohinner change d'humor, 当Loha lui propose de les aider davantage, alorsGohinner le bac à la fin de l'année, elle perd son sourire, et prend un air assez sévère, Gohinner这时候呢, 就是在调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改变当时他的态度, 然后呢, 他没有再笑了, 而更加严肃的来告诉Loha, le bac est très important pour elle. 再来看后面, 说到了Loha, 从头到尾, qu'est-ce qui montre l'endouciéisme de Loha? 他都一直都怎么样, 很兴趣勃勃, 很兴奋的一个样子啊, 什么东西可以展示他这一点? 因为他一边摆桌子, elle en large sourire, 有个很大的一个微笑, 说话语调呢, 也是非常的 说话的时候呢, 非常的开心, 而且非常的有活力啊, 她也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女孩子。 最后我们来看到的是, 描述下这位客人是怎么样出现的, 那事实上呢, 她很特别, 那我们看到她选择了一个咳嗽的一个方式, 然后呢, 她又是选择了一个非常偏僻的一个位置啊, 我们可以看出来, 看上去好像还是蛮腻的, 看上去好像还是蛮腼腆的, 那她选择这么偏僻的位置, 感觉她也是非常的discret的, 当然大家也可以用不同的表达的方式, 好, 这里的很多的一些答案不是固定的, 只要表达的是正确的一个意思就是可以了。 好, 我们继续来看到后面的第六题, qu'est-ce que ça veut dire? 到底什么意思呢? 在第一个场景中, 当时Joseph, 他表现出非常的悲观, 很负面的样子, 为什么原因呢? 我们来看三个选择, 首先第一个选择, il souhaite d'uner bad client, 他希望这里没有客人, 接下来第二个选择, il veut dégoi jégorine, 他希望打击 gorgine让让他泄气吗? 还是呢, 最后一种, il veut pas s'emboucher de voir le monde, mouvez côté des choses, 他总是呢, 想去看一些什么呢, 一些负面的或者是不好的地方啊, 那我们也知道事物往往都是有两面性的, 可能Joseph就是比较偏向去看一些不好的地方的一面, 所以我们选择的是ré bonce, say, 再来看第二个, il faudra qu'on emboucher quelqu'un et pour l'instant, 说句话的呢, 是gorgine, 到底这边我们看到的shelera表达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呢? 我们把这个句子也要填完整啊, 这时候我们看到的gorgine的事实上是表达他现在目前并不是想请人的一个状态啊, 在法国请人事实上是一件相当昂贵的事情啊, 尤其是这样的一个小餐馆可能会承受不起啊, 可能他会是这么想的, 可能觉得 c'est le premier jour, et on sait pas si le restaurant marcherà bien, et puis, emboucher quelqu'un, ça coûte cher。 好, 我们再来看到第三题啊, gorgine呢跟lora说到了, pour ça je te fais confiance, 他非常信任他, 那指的是哪些方面呢? 那我们看到a说, n'a pas l'idée que pour des soirées, 对那些晚宴晚会呢, 没有任何的主意, 反之, b est un beaucoup d'idée, 有许多好的主意啊, 那事实上呢, lora在这方面是非常有能力的, 所以我们应该选择的是, ré bonze bay, 最后一起来看一下下面的三份图片啊, 我们一起来描述一下他们的动作, 和他们的一个神情, 那我们首先来看到第一幅图里面是黑梦, 黑梦做这个动作是什么, 我们有我们看到他手上举起了什么, 杯子啊, 就是我们可以说, ré bonze bay, 事实上他这个动作呢, 正好出自于前面Joseph说到的, Je connais la vie, 我非常了解生活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那这时候他有点不太相信, 或者是怎么样, 他有一些些的小小的不太同意啊, 所以呢, 这时候黑梦脑子里啊, 可能想到的就是, Guesque je connais de la vie, on ne peut jamais savoir ce qui va se passer, 肯定不知道以后会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的, 无法预知将来的事情, 接下来看第二幅啊, 这里面是Lohan, 当时在说要不要放一点音乐, 然后他妈妈拒绝了, 这时候Lohan的面部表情呢, 就有一些些不一样啊, 这时候我们看到他有点皱眉头, Lohan France les succines, 他在想, 可能有些传统的人事实上不一定喜欢这一套啊, 他说, 嗯, peut-être y a des gens qui n'aime pas ça, 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最后我们来看到那幅图上面呢, 事实上是Gorin呢, 和那位顾客在一起, 这时候呢, 那位顾客坐在了一个非常角落的一个位置上啊, 没有看到了事实上, Le client préfère la double la plus éloignée, 比较喜欢一个最偏远的一个位置啊, 可能表示了他内心的思想是觉得, 可见这个顾客也是蛮特别的, 对不对? 好, 那这些练习呢, 主要是给大家对剧情的一个深入的了解, 另外呢的话, 从一些小的一些细节和举动上面, 包括先变步表情, 来了解这个人的内心世界是如何的, 好的, 我们第一部分就完全结束了, 我们来休息一下, 然后我们再继续第二部分的一个学习吧, 一起做些练习, 巩固学到的内容 我们再继续第二部分的内容 好的客户终于来了, 那后面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故事呢? 首先大家来了解一下, 比如说作为一个服务师, 一般来说是应该怎么来招待客户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到第38页的上面的第一题, 作为服务师来说的话, 你想想啊, 可能会怎么来表达, 首先是第一种啊, 要询问客户, 他们想要些什么? 这时候应该怎么说呢? 接下来第二种, 建议吃菜或者是一些饮料, 第三种, 鼓励客户怎么样选择一道菜, 最后的一种, 可能客户不满意啊, 你是如何去回复他的呢? 回应他的呢? 好的, 给大家一点点时间想想看, 我们再一起来汇总一下。 好的, 那想到了吗? 一般请来询问这个客户, 想要些什么? 你可以说, 或者呢, 换种方式也是一样的, 可以说, 选好了吗? 选定了吗? 先生女士, 当然不要忘记叫madame, 接下来也可以说, 你想要些什么呢? 或者呢, 你可以问的很具体, 比如说, 你想吃怎样的前餐, 怎样的主食, 怎样的甜品, 怎样的一个饮料等等的, 这时候你就可以说, 或者, 以此类推药等等的都可以, 很多表达方法都是有的, 我这边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些, 这时候我们来看到了是来建议别人啊, 这时候我们来看到了右边的三十九页上的第一幅图啊, 这时候我们看到了, Gorhi呢, 好像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啊, 作为服务生这时候呢, 你可以说, Si je peux me permettre, je peux vous conseiller, 什么什么什么, 随便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任何一道菜啊, 我给大家说一个菜叫steak d'artart, 再来换一个, je peux vous recommander, 什么什么, 然后菜, 等等之类的, 或者可以说, 今天我们有, aujourd'hui nous avons, 然后一道什么样的菜, 或者呢, 也可以很直接的说, vous prendrez, 什么什么东西, 可以是 du vin de l'eau, 比如说他仅点了一些菜了, 你可以推荐一些饮料, 或者说, voulez-vous un peu de vin pour accompagner le robin, 你想为你的餐来配一点酒吗, 等等的, 这些都是可以的, 那再来看到了, 如何鼓励推荐顾客来吃某一道菜的话, 就可以很强烈的来表达, je vous conseille le plat du jour, 很多的一些餐馆都会向对方来建议什么呢, 就是当日菜, 那或者是这里说, je vous recommande le bavé saumon, c'est très frais, c'est délicieux, 可以做一些这样的一些启用词的修饰, 说今天非常的新鲜, 味道非常的好, 从而鼓动的一个客人来选择这一道菜, 最后的一种, 如果客人不满意的话, 还有没有记得, 在左边法国医下的时候, 曾经Bascale做服务生的时候, 他当时是怎么样子应对的, 当时的客户对奶酪和牛肉都不是非常的满意啊, 他都说, ne vous inquiétez pas, je vous emporte un autre, 我再来给你拿一份, 不用担心, 或者你也可以说, je comprends bien, je vais voir ce que je peux faire, 我非常的理解啊, 那我来看看, 我能为你效劳些什么, 可能就换菜啊, 等等的, 来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安排, 这些都是一个合格的服务生, 应该做到的一些反应啊, 接下来在看影片之前呢, 我们一起来观察一下, 第39页上的四幅插图, 来猜测一下, 后面会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我们看看到底, 每幅图上有什么样的人物, 他们到底在干净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图片哦, 首先第一幅图, personage是谁呢, 两位人物, 一位是corine, 一位就是le client, 也就是这位顾客了, 我们看到了这时候, le client regarde la carte, 他正在看那个餐单, 而那个corine, 怎么样, corine est en train de proposer quelque chose, 正在好像在向他见一些什么东西, 然后我们又看到第二幅图啊, 这时候顾客看上去, 有一些些奇怪啊,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 il a l'air bizarre, 他看上去有些怪啊, 我们等会就可以揭开这个谜底了, 然后呢, 我们又看到了第三幅图, 第三幅图上看上去, bernard已经是一个guisinier的一个状态, 我们很显然, 这幅图是 dans la cuisine, 在后厨的厨房里面啊, 我们看到怎么样的呢, corine et Bernard sont en train de parler, 可能是在讲谁呢, 我们想想可能会讲, 或者也可能是 可能是他所点的菜之类的, 最后一幅图, 我们看到了三个人都在哦, 他们在干嘛呢, 好像就是在道别了, 对不对, 在 dire au revoir, 那corine et Bernard disent au revoir au client, 好, 跟client在那里道别了, 好, 那我们这时候就真实来看一遍影片了, 然后我们结合刚刚看到的影片的一些内容和一些情景啊, 我们来回答一下38页的第二题, 大家做好准备了吗? 好的, 开始了。 好 你選擇了你 我肯定 有很多东西 我可以你提醒你 我吃不少吃夜 我会有疯狂的臭肪 你明白吗 当然 你可以开始用一克蜡蜡蜡 但我没有吃蜡蜡蜡 好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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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了一碗的水果,你吃了 我吃了 我吃了一碗的水果,我吃了一碗的水果 我去吃了一碗的水果,你吃了一碗的水果 如果我吃了太多,我會瘦瘦瘦,你明白嗎 是的,因為你的脂肪 我瘦瘦瘦瘦瘦瘦瘦 我們可以煮你一碗湯瘦瘦瘦 你會寂寞嗎 沒有,我沒有湯瘦瘦瘦瘦瘦瘦瘦 你明白嗎 我明白 你明白嗎 我還要考慮你,我提供你一碗的水果 我只喝了一碗的水果 我喝了一碗的水果,你喝了一碗的水果 我喝了一碗的水果,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是的,當然 我不是說,我不想說 我不是說謊的,但… 那些醫療說嗎 我給你一些醫療 啊 一碗 一碗 啊,一碗的水果 便吃 一碗 我希望你喜歡 有很多東西 我可以提供你 我可以提供你的水果 我可以提供你的水果 我不是說不說 但… 那些醫療說 那些醫療說 一碗 那些醫療 在一碗的水果 一杯的豬肉 胡ad august 胡ad bij 小豆 并不入 并不入 Е Norman 没有餐 不怕你的餐 太脆了 好 一杯 很好 胡ad 希望你吃了 麻烦 可能太多的瓶,但不太多 謝謝 希望我們會有幸福 當然 我非常喜歡這個地方 是很冷 這不是像跟老老公 我曾經過一天 有一個世界 我沒有世界世界 我沒有牙齒的臉 現在 是完美 Bernard et Corinne看起來 很驚訝 看完了整个影片了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道题目 有没有能力能够回答 首先第一个问题 到底有多少个片段呢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三个片段 首先第一幅图和第二幅图 展现的就是同一个片段 这个片段呢就是 在那个餐厅的部分 当时顾客在点餐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第二幅图里面就是 在厨房里面 他们的对话 然后最后的一个地方 他们在道别 正好是在门口的地方 是在餐厅门口的一个地方 就三个sequence 接下来第二个问题 当时 Gorine在做些什么呢 我们可以从第一幅图上 就已经看出来 Gorine正在 可以说Gorine Montre le menu au client et lui proposer des plats 向他建议一些菜 那这时候 客人的反应是什么样呢 我们可以看得出 他第二幅有幅很奇怪的一个样子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Gorine向他所建议的东西 他好像的反应 都不是非常积极啊 在时候我们看到了第三个问题 他说到了 Gorine和Bernard 跟 le client 我们在最后一张图片 和最后一个片段里面 我们看到了 当客人走的时候呢 Gorine和Bernard 是相当的怎么样 ils sont bolis 非常的有礼貌啊 跟他道别 显示出他们都是什么 bon commerçant 是非常好的一个商人啊 那接下来看到第四个 那我们看到他说 Que peuvent dire aux clients 他们可能对Client 说了些什么呢 这时候呢 他们自然要问一下 顾客是不是很好吃 同时也希望顾客 怎么样可以 下一次再度的光临 当然啦 bien sûr les clients sont toujours bienvenus 是不是 所以顾客呢 总是要多多欢迎的啦 那希望他能再度的 光临到他们这个餐馆里来 完成了前面的情景问题的时候 我们已经对整个故事架构 已经有一个定的认识了 我们现在来开始 仔细学课文了 首先我们来看到 第一个场景里面 在点菜这一段 我们再来看一遍影片 然后我为大家细致的讲解 不要忘记滑出这一刻 学的条件式和一些重要的句型哦 最后一場 您会选择 您做了大有机历的 您之间 您忙碌 我设你 您行吗 您可以 您的 您温度 您会说 您的麻将 您 väl来 您可以 您可以看一碍饭炸米 您的 可以 我 tekrar いただ 您的 您的 我设计 您的 我吃了一碟的香蕉,是一碟的 我沒有招待過的香蕉,還是一碟的香蕉 我可以直接吃飯的麵包子直接吃 如果我吃過太多,我會麻辣,你明白嗎 是的,因為你的臭肉 我獨自的瓶也獨自的 感谢观看 Dossier 3 Deuxième partie Un drôle de client Le client est à table Il tient la carte à la main Corinne s'approche de lui Avec le carnet de commande Vous avez choisi monsieur J'hésite Il y a tellement de choses Je peux vous conseiller si vous voulez C'est à dire je mange très peu le soir J'ai des problèmes de l'estomac Vous comprenez Bien sûr Vous pourriez commencer par une crème d'asperge Oui mais je ne digère pas les asperges Bien Alors qu'est ce que vous diriez d'une mousse de saumon aux herbes C'est délicieux Je ne tolère ni les asperges ni les herbes Je procède à reprendre le plat de résistance directement Si je mange trop je serai mal Vous comprenez Oui À cause de votre estomac 好的 第一个场景 看见完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课文中 有对 情景的一个描写 首先 C'est le client est d'adabre Il tient la carte à la main Corinne allume une bougie puis s'approche de lui avec le garnet de commande 好 我们看到这个顾客 已经在那里坐下来了 adabre 这个我们之前也学过了 就是就做 那当然其实呢 生活中还经常 比如说 要开饭了 法国的妈妈 就会对你这样 adabre adabre 事实上就是叫你过来吃饭了 开饭了 那种意思 好 他手中呢 denir la carte 拿着这一个餐单 法国人呢 通常来说的话 点菜有两大类的一个类型 一种就是souche la carte 就是所谓的点餐制 就是你想吃什么 你就任意的点 或者呢 就是prendre le menu 就是吃一个套餐 套餐里面可能就是 涵盖了主食啊 前餐啊 和甜品等等的 你可以任意的 在一定的范围内来选择 alama就表示在手中 这也是我们第一幅图里面 看到的一个景象 这时候呢 gogine allume une bougie allume之前已经提到过了 就是点燃的意思啊 包括开灯啊 或者是打开一些电器啊 我们经常都可以说allume 好 那这里呢 是bougie啊 也就是蜡烛 那接下来呢 走进了它 好 走进了它了之后呢 手中拿着是什么呢 garnet garnet呢 是小册子的意思啊 好 那gumode是订单的意思 这里呢 就是可以说是一个点餐的册子 或者是什么的 来寄餐的这种小本子 在法国的生活中 在法国的生活中常见到的就是 比如说我们去地铁站 然后买票 其实法国的单票是非常的贵的 但是怎么样可以便宜呢 你就可以买十张一答的票 这种叫 garnet 继续我们来看到了 garnet 这时候就说到了一句非常浮身的句话 前面我也提到过 叫 已经选好了吗 前面说到 这是一种 询问客人的一种方式啊 这时候呢 顾客怎么样 jizit 我很犹豫啊 为什么呢 这里的东西怎么这么多 那么多的东西 无从选择了 dellemont 事实上是一个副词 dellemont 加上一个名词呢 这个短语呢 可以表示 很多的 那么多的 什么什么的东西 那这里他觉得是 餐上的一些食物太多了 一些菜品太多了 无从选择了 这时候呢 表示建议了 我们看到gohin 是这么说的 je veux conseiller si vous voulez 他用的非常客气的 表达的方法 那要征求人家的 一种意见的感觉 就是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可以向你 做点建议啊 这时候呢 客人就说了 cédire cédire这种用法 在生活中也是很多的 就为来说明一件事情啊 他表达的就是 也就是说 什么什么的 这样子啊 来解释清楚一件事情 现在他说到了 je mange très peu le soir 我晚上吃的是 非常的少的 j'ai des problèmes d'estomac vous comprenez 他来解释一下原因 为什么吃的很少呢 因为他的estomac有问题 那也就是他胃不太好 所以你能理解吗 所以我吃的非常的少 estomac呢 是指的是胃啊 这个单词 大家要注意他的发音 他最后的c是不发音的 他属于比较少的一些情况 但是这样的词 其实也不是很少 比如说 我们说的 vang 那种长凳 或者是bohr 猪肉 那事实上 他最后的c都是不发音的 胃不舒服 我可以说 j'ai mal à l'estomac 我胃不太舒服 那再来看到 Gorine的反应 bien sûr 当然 那继续 他来做了一些 婉转的建议 他用到了条件是 他说到 vous pouvez commencer par une crème d'asperges 好 我们看到他做了 这样的一个建议 commencer par 是表示 从什么地方开始 而且从一样东西 上面来开始 他建议到 哎 您可以先吃一道 什么呢 要做une crème d'asperges 这也是法国的 传统的一个菜式 叫做 奶油芦笋浓汤 填下去 就是不是很好吃呢 这道奶油芦笋浓汤 是在法国 山椅冲 经常出现的 其实呢 它的素材也很简单 就是芦笋 洋葱 土豆 黄油 加一些鲜奶 鸡汤等等 配置而成的 它的制作方法 也不是相当的复杂 但是呢 它的口感相当的好 很浓郁 味道也是非常的鲜美 这是一种 西式的一种浓汤 经常可以作为 前餐来使用的 但是这位客人 是怎么说的 oui mais je ne digère pas les asperges 好 那这时候 他说到了 digerer 这个动词 digerer呢 那我们把 d给去掉 就是gerer管理 那digerer是什么呢 是消化的意思 它的名词叫 digeration 好 它的意思是说 它对芦笋呢 很难消化 它的胃啊 消化不了芦笋 这样东西 Gorin呢 还是自知不觉啊 没有放弃啊 他继续给客人来推荐 他就说了 bien alors qu'est-ce que vous diriez d'une mousse de saumon aux herbes 这时候 Gorin呢 又向他推荐了 一道什么样的菜呢 une mousse de saumon aux herbes 这是道什么菜呢 这叫鲑鱼慕斯啊 这道菜也是 法国的传统的 一个要开胃菜哦 相当的一个爽口哦 其实呢 它也就是 把所有的鲑鱼呢 剁成了一个泥的一个状态哦 然后做成一种慕斯的感觉 里面加了一些洋葱啊 奶油啊 和蛋清啊 等等之类的 来配置 再加了一些盐和胡椒等等的 通常来说的话 这是一道凉菜 其中的这个鲑鱼呢 也是被烟过的 烟熏过的 所以是非常的香哦 非常开胃的一道菜 很多法国人都是相当的喜欢的 很多人也喜欢配那个面包 一起来吃 所以Gorin呢 也说 C'est délicieux 非常的美味哦 但是客人却不是这么觉得 他说到 Je ne dolère ni les asperges ni les herbes Dolérer 这个词的意思呢 事实上是指的是 忍受 这里又用到了一个双重否定 表示他无法消化 他那个前面说到的芦笋 同时啊 里面的这一些 鲑鱼慕斯里面 经常会放一些 Les herbes 就是一种香料的那些草啊 他也是无法忍受的 Je préfère prendre le plat de résistance directement 前面呢 Gorin呢给他推荐的都是一些 entrée 就是前餐啊 他现在想怎么样了呢 他更加想 直接就吃主食了 那主食呢 就叫做 le plat de résistance Directement呢 是指的是直接 我们也没知道 西餐呢 事实上的 大致的三道程序啊 就是一开始吃entrée 再加下来 就是主食 plat 再接下来 就是dessert 可能你最后 再用一杯咖啡来结束啊 我们看到后面 他又说到 Si je mange trop Je serai malade vous comprenez 他说了好几次 vous comprenez 发现了没有 你能理解吗 如果我吃了太多的话 我就会生病的 那这里就是 Si的祖从句的 再一次出现了 我们要记住 前面要用le buffet 表示在一定的条件下 后面呢 表示可能会发生的 一件事情啊 用到的是conditionnel了 Cohen呢 还是保持住了镇定啊 他说 vous est de agost de votre estomac 好 我非常能理解啊 是由于您的 味不太好 agost de 就是个短语 表示一种原因啊 之后 我们在第八章 也会解释 各种原因的 一些表达方法 agost de这个短语啊 他后面的原因 往往都是比较负面的 也就是起到的作用 都是比较坏的啊 他的一个反译词呢 叫做cas 也就是可以经常说 是脱了这件事啊 或者是脱了您的福 然后才有这样的一个 好的一个结果 我们看到 Gohen呢 已经被拒绝了两次了 这个顾客 到底想要一些什么呢 好 现在我们觉得 是不是 这个顾客的一个特点 跟标题 非常的相符了呢 这个标题就叫做 Antrol de Kiel 一个古怪的一个客人 接下来就为客人 还会有些什么 古怪的举动呢 他还会再次拒绝 Gohen呢吗 一起做些练习 巩固学到的内容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的时间已经不足以给我们解开这个谜底了 那我们下一次再继续分解吧 好的期待跟大家再次的相会 好的期待,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